大马国际人道组织影射首相署前副部长马希达 是缅甸人口泛民活动幕后主使 气得当事人入兵法庭申请临时禁令 高庭今天批准了申请 下令大马国际人道组织等三造 必须删除疑似诽谤马希达的言论 马希达代表律师阿克伯丁指出 沙亚南高庭在今天的庭审中 指示三名答辨人 必须马上删除疑似诽谤马希达的言论 并且在法庭聆听双方申辩并做出裁决前 不得重复发表相关言论 案件则定11月18号进行案件管理 三名答辨人分别是大马国际人道组织 组织总秘书拿督西山姆丁哈欣和委员阿兹鲁 马希达在诉状中 指控三造在脸书上传发布和传播 一支媒体声明影片 一篇媒体声明和一篇诽谤贴文 影射她和丈夫拿督阿督苏格 与一家涉嫌在缅甸和国际涉及人口贩运 赌博和毒品犯罪的集团有直接关联 破坏了她作为一名公众人物 资深政治人物和商人的名誉及地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